这六个科目 第一个是 今夜三复 这是基础 这里面说了三条 必须要做 第一条呢 校养父母 奉仕司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这头一条 你把这一条做到了 仁天佛报 这三复 仁天佛报的 修学方法 第二条 是从这个基础上 再提升 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凡位 二臣佛 就是阿罗汉跟辟治佛的佛报 从这里咋跟 第三条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谨行者 菩萨 菩萨的佛报 所以有人要问的话 佛法到底叫你们修学的是什么 你把这三条说给大家听就对了 大臣菩萨了 这个十一句圆满的 三条圆满的 我讲经也常说 如果我们具足第一条 念佛 往生西方净土 生凡圣同居图 你具足两条 一共有七句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方便有余图 如果你三条都具足 总共是一句 你都做到了 一身十报专业图 这是佛法的基本教义 我们学佛学不好 就是把这些事情疏忽 我们在家庭里面 能跟父母处得好吗 能有那一份孝顺心 如果嫌弃老人 思想 浮化 成就 跟不上时代了 这不行啊 这是大不孝啊 那么换句话说 佛门离永远走不近 一念佛念得再好 一天念十万圣佛号 黎明宗时 阿弥陀佛也不回来接应 为什么呢 不孝父母 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的人 都是大孝之人 没有一个不孝顺的人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佛念得再好 不能往生啊 佛教导我们没错 一开头 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了 所以不孝父母 不敬思掌 念佛不能往生 你看这个话 到这个地方来还是 公金三宝 封死四掌 总是念念不忘 知恩报恩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是不孝顺的 没有一个是亡恩乎义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一个是不孝顺的 不孝顺的 那么一个是不孝顺的